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音频道 今天小音会给大家推荐五款AI视频生成器 并对每一个视频生成器来进行一个测评 这五款AI视频生成工具也相当于是免费的 但是在效果上面超越了有一些付费的一些模型 那么你现在看到的视频都是我用AI视频生成器生成出来的 那么我会用这几款视频生成工具来进行一个对比 最后大家来决定哪个效果更出色 哪个更适合你,你会对哪一个更感兴趣 记得没有订阅小音频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接下来我们就马上开始了 第一个先介绍这个AI视频生成工具 那它的名字就叫急梦AI 那么第二款生成工具呢,它叫可宁 第三款视频生成工具呢,就是一个海洛AI 那么第四款AI视频生成工具呢,它的名字叫Pexibus AI 那么最后呢,我还会给大家推荐一款神秘的AI视频生成工具 所以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把视频呢,看到最后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了 这里呢,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提示语 那我会用同样的提示语呢,在每一个上面去生成 第一个呢,一位内流满面的女子呢,沉浸在深深的悲伤之中 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用第一个,急梦 急梦呢,也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一个登录按钮 你可以选择直接扫码登录啊,就可以直接登录进来了 这个呢,是国内的一个AI视频生成工具 在这里呢,你直接啊,在这儿 那进来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这里 AI视频,点视频生成 这里呢,它有,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有图声视频,文声视频 我们就点文声视频 接下来呢,输入你的一个提示语 这儿呢,建议,还是建议大家呢 用英文来生成 你可以下载一个,像小游这样子 下载一个,这里你可以下载一个谷歌翻译啊 直接在你的谷歌游览器里面呢 下载一个谷歌翻译就可以了 我这里直接复制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把你的文字输入到这个里面 选择文声视频 这里模型呢,我们就选择默认的 时长这里选择一个 可以看到它的时长呢 就是一个5秒 没有办法去选比例选16比9的 点击这下面的一个生成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稍等片刻呢 就可以看到它生成出来一个效果 一个女人呢,流泪满面啊 她非常的痛苦 可以看到 这里呢,我们看不太清她的脸面啊 但是看到她很痛苦的一副表情 那生成出来的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款 AI视频工具 它的名字叫可怜 登录的时候呢,需要你用你的快手来进行一个登录扫码啊 它呢,也是我们国内的一个AI视频生成工具啊 扫码登录就可以了 用你的快手啊,这里输入描述 进来之后呢,你可以选择在这里选择输入你的提示 下面时长可以选择5秒,可以选择10秒啊 比例选择16比9啊,点击这里一个生成 我们可以看到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这个女人呢,没有看到掉泪啊 但是很难过,很伤心的样子 生成出来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非常的自然 接下来呢,使用到的就是海螺AI 海螺AI呢,它也可以 也可以看到呢 也可以文声视频,图声视频 这里我们就选文本转视频 直接输入提示语在这里 点击一个生成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海螺AI 那接下来呢,用Pintures AI,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同样呢,也是啊 在这里你直接点击这里会有一个创建 在下面啊,输入你的提示语 它的提示语是在这个下面啊 这里有时长 还有一些,你需不需要加一些声音 需不需要加语言 风格这里你可以选啊 它还可以生成一些动漫风格 AI的,它的风格很多 最后点击这里一个生成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最后就是这个JML AI 直接我们把提示语呢,输入到这个上面 这里点击生成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几款工具啊 它的一个效果 那你可以在下面视频留言啊 你更喜欢哪一个 那么这里呢 提示语是一位泪流满面的女子 沉浸在悲伤之中 那前提啊,可以看到它的里面呢 带有一个泪流满面的女子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这个JML AI 这里能看到也有一点眼泪啊 看起来比较自然,但是脸上的眼泪呢 不是特别明显啊 总体效果呢,还是可以 这个是JML AI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怜AI 那这个女子呢 我们看到它是很悲伤啊 但是呢,她脸上我们没有看到眼泪 那这个效果呢 我觉得它比JML AI的效果呢 更好一些,更自然一些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螺AI 那海螺AI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看到这个女子 她的脸上的眼泪呢 已经流到了这个脸颊上面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Pintures AI 这个呢,纯粹就是 它有一点悲伤 但是它没有流眼泪 这个呢,效果呢 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提示语来生成 最后看一下这个JML 这个呢,也是相对于简单啊 它的眼角会有一点泪水 它的动作方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只露出了一张脸出来啊 只有一张脸 那么最后两个 它的效果呢,稍差一点 那么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那小YUS非常喜欢这个啊 它真的 我觉得 虽然脸上没有 没有那种明显的眼泪啊 但是这个 它真的把我的这一句提示语啊 完全融入到这个氛围里面去了 啊,这个是 可灵AI生成出来的 接下来我的第二个提示与一群可爱的 薄米犬小狗穿着小厨师的衣服 正在模仿成年人学习做饭 OK,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个表现 那这个是JML AI啊 这个还可以啊 可以看到啊 它模仿成年人做饭啊 戴着帽子 还挺像小厨师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可灵生成出来的 效果差了那么一点啊 它虽然有穿衣服啊 但是它没有带帽子 那我们看一下海螺AI的表现 那海螺AI这个效果啊 这个狗真的 太萌了 这里还有个狗拿着刀在这个锅里 在这里搅拌啊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Pincher's AI 这几条小狗在这里啊 它在这个碗里面搅拌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JML AI 那我们要的是一群小狗啊 这个JML AI 最后有一只小狗在这里 它的效果稍差了一点 那么其他几个呢 整体来说呢 还是可以的 看看你们更喜欢哪一个 整体来说效果呢 还是可以 那么我下一句提示于是一双灵巧的手呢 在厨房的站板上呢 切着新鲜的西红柿 番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切的番茄 可以看到它正在切番茄啊 好像不是很自然啊 再接着看下一个 这个是可怜AI 那这个切的动作呢 稍微看起来要自然一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海螺AI 这个比较熟练啊 这个就是没有看到切的西红柿在哪里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Pincher's 这个切西红柿的动作呢 还是不错的啊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动作非常流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JML AI 切西红柿 照片有一点模糊啊 但这个动作呢还是在的 那你更喜欢哪一个视频生成工具呢 看一下 那我们把难度加深一点 那么这是我们的提示语 是一名恐怖的僵尸在繁华的购物中心 横冲直撞 引发一片恐慌 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JML AI 那它在大街上的人群里面 这个是在室内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僵尸 挺恐怖的 那我们再展示一下这个海楼AI 啊 僵尸是有了 但是大家不是很恐慌哈 那么这个生成出来的效果还是蛮好的 那这个JML AI呢 直接是这种糊掉的 看不清楚 啊 它的效果稍微差一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又单独测试了啊 两个AI视频生成工具啊 一头巨大的恐龙在城市空中盘旋飞舞 那么这个是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视频生成工具 它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个可灵 AI呢 它排队的时间比较长哈 预计需要等待 每生成一个视频呢 需要等待 啊 这里呢 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 啊 那一条恐龙呢 在空中盘旋 可以看到 它的背上还带有火 那么这个海螺AI的一个效果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看到这个海螺AI 非常的形象 可以看到它吐了一口火 啊 就让这些人呢 都跑起来了 前面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这里呢 稍微有一点点变形了 刚才看到那么多 那你更喜欢哪一款 AI视频生成工具呢 欢迎大家留言 那么 你用的哪一个好用呢 可以在下面 给小鱼留言 在我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那这个寂寞AI呢 它是需要排队啊 那其他的生成的速度呢 还是蛮快的 每一个呢 生成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那只有这个呢 稍微 等待的时间要长一点 大家可以选一款呢 你喜欢的一款 视频生成工具 最后呢 给大家推荐啊 这个 还有一款非常好用的 视频生成工具呢 它的名字叫FREAK AI 那它里面的功能呢 非常的齐全 之前小鱼也出过一期 非常详细的教程 这里我会把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和右上角啊 建议大家呢 可以先去学习一下 它里面的功能 那这里我给大家 用中英文翻译 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的功能 它里面的功能比较齐全 那你可以通过一个提示呢 生成一个视频 那你还可以通过脚本 生成视频 你也可以通过博客 来生成视频 你也可以通过PPT来生成视频 并且呢 你可以将你的电子商务的产品列表 转换为视频 它还可以进行一个声音克隆 生成的视频呢 你还可以克隆你自己的声音 那你还可以从一个空白的一个文件来创建视频 并且呢 它还可以可以看到 它还可以制作一个 视频的一个缩猎图 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建议大家呢 可以来使用一下这款 FREAK AI 那这里呢 我也是同样是给了它一个 给了它一个提示 在这里呢 你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提示生成视频 我这里还是选择一个流泪的女人啊 悲伤无法治吧 这我就用中文 直接点击下一步 你用中文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 这里你可以选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忧伤的 你可以点一个忧伤的 观众 你想要 这个视频要面对的观众是哪些 你可以选一下 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你想要选一个 你的比例是什么 语言 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选择普通话 再点击下一步 它会帮我们生成视频 帮我们先生成一个脚本 可以看到这里呢 它会帮我们写好脚本 我们直接点 如果不满意的情况 你可以让它重新帮你生成脚本 可以的 你就直接点击提交 它就正在帮我们创建我们的一个视频 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一分钟左右 那么视频就已经完了 它里面呢 它里面呢会给你素材 音乐 配音 等等呢会 直接 一键包 那可以看到 其实它还给我们配有音乐 配有一个声音 一个人在讲解 它不单单的给你生成一个 视频的一个场面 哀伤深处 无法自拔的 那些滚落的泪珠 无声地诉说着心底的无助于倦 可以看一下啊 它里面的配的画面 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视频啊 你要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改动呢 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发布了 像这里面它会有一些文字 我们鼠标 回到左边 它有第一段 这里有第二段啊 这里的文字你直接点击之后 你就可以更改 那么每一段文字都可以更改 包括它这里的一个配音源 那你也是可以改的 直接点击这里 直接点这里 可以更换一个配音源 这里是云泽 比如说改成其他的 你可以听一下 比如说你要用这个就选它 然后勾选一下 把所有场景都应用这个声音 点击一个选择 这个时候它就帮我们替换了 这个配音源 这里音乐也是可以看到 这上面呢 有一个音乐 这里你可以删除 删除之后呢 你可以自己添加一个 你自己的音乐 这里面的素材也可以换 比如说像这个图片 你点击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它就会跳转 那你可以选择自己上传你的素材 比如说你有一些好的素材 你就直接点击 打开 OK 这里选一下它 点击选择 这里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场景就变化了 第二个也是一样啊 这里面的图片素材呢 你也是可以上传你自己的素材 那整个视频呢 我们只需要稍微来给它进行一个优化 替换一下里面的 你可以自己去生成一些 无版权的音乐呢 比如说你可以使用 你可以使用 AI生成音乐 把它换成你自己的一个 无版权的音乐 就OK了 当然 你如果说是一个付费用户呢 那里面的音乐呢 你也是可以用的 它可以商用的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直接发布 那大家可能也会想到 它 你长期做视频的话 那你应该是会用到这样一款工具的 你对它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点这里有个升级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升级计划 视频完成之后就点一个下载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视频生成工具呢 还有一款啊 它的名字叫Invidio AI 那么这里 Freaky和Invidio的AI呢 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 这两款呢 都是做视频非常不错的一个 AI生成视频的一个工具啊 感兴趣的伙伴呢 都可以来了解一下 都是非常真实的 可以看到 它生成出来的人物都非常的真实 那么对做视频感兴趣的伙伴呢 你可以来看一下啊 这个真的有一种 做大片的一个感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生成出来的 就像是在看电影一样的 好了那小鱼儿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了啊 喜欢哪款视频生成工具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这期视频呢 希望可以啊 对我们爱做视频的朋友呢 那有一点点的启发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